为了强化地方的防卫以及防灾量能 吉安相公所在14号举办了113年度民防人员训练 透过了专业讲师的简报说明加深防空避难 紧急救护以及全民国防教育等等的基本理念 希望大家可以建立相关知识提升邪情的运作效能 不管是受到天灾还是来自对岸的威胁 时时刻刻都得做好完全准备 为了强化地方的防卫及防灾量能 吉安相公所从14号开始1年2天 举办了113年度民防人员训练课程 面临多元灾害的预防 以及最近所有地震和风灾雨灾的一个侵袭 我们带来的是全民的防灾的防护 以及全民国防的预防 希望我们更精进自己的专业 也能够更大胃的守护乡弄铃铃跟乡亲的平安 我们一起加油 民防团成员大多是村长村干事以及公所同仁 课程透过专业讲师比论与实务的相互验证 加深防空避难 紧急救护以及全民国防教育等基本素养 建立防灾救灾减灾的概念 提升邪情的运作效能 记者徐立琴今天相报导